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来自高雄左营高中的舞蹈学生们 还有专业的舞者 他们用洋溢的热情和卖面的舞姿 来展现他们心目中的高雄 而甚至还特别用本土特色的曲风 石鼓 吉乐团为音乐的主轴 要让观众体验到的是 东之风 古剧雄风 在视觉上 听觉上 开启全新的感官之旅 高雄市左派舞蹈协会 主要是由高雄左营高中 一群热爱舞蹈艺术 和关心舞蹈教育的师生们所组成 历年来出过相当多的杰出校友 也在许多国际舞展中备受赞誉 它的由来跟它的组成 其实是很单纯 因为其实在左营高中成立到现在以来 已经大概有25届 26届的毕业班 那我们从第一届到最后一届 只要一旦高三毕业了之后 我们就会询问他们愿不愿意参加 左派的成员 那大部分的所有的毕业生都会 都是绝对百分之百家旅 像布拉瑞洋 是我们第四届的学长 那包括像吴亦芳 像我们这次也有邀请 你们五届的沈一文 对 然后还有现在稻草人舞团的团长 也是罗文景 也是都是我们现在 就是左宗 左派 左派出生的 然后在南台湾 不管在南台湾 我觉得在全台湾甚至全世界都很火药 左派舞蹈团 主要是有一群热爱舞蹈艺术的孩子们组成 他们淳朴而踏实 自然而不做作的天性 让左派舞蹈团 有别于其他地方的专业舞团 建立起一种独树一格的风范 高雄的小孩他们 他们有一种就是 台北小孩做不来 就是一种很朴 很纯真 然后很自然的东西 那个东西是不做作 他们觉得很痛苦的那个表情跟很用力的那个样子 是真的来自于他们觉得要很用力才有办法做出那个动作 所以当我在跟他们发展动作的时候 很有趣的是 例如说我现在有只山猪 大家觉得山猪好像很丑 他们会觉得山猪很难表现 但是他们可以做出狠 就是猪鼻子啊那种 獠牙的那个 那个他们都觉得没有关系 可是如果我今天跟台北孩子说 你们要做出獠牙的那个表情很丑的时候 他们就觉得说我会很丑 可是我觉得这是南部小孩不会去想说 他们只会觉得说我如何去表达到那个动物最精髓的地方 他们不在乎在台上会不会是不是很丑 他们只是觉得说我如何表达那个精神 然后我觉得南部的小孩很棒的一个是 他们的感情 他们的感情跟人的味道 我很喜欢他们在台上表现的感觉 我觉得那就是人在台上跳舞的感觉 而不是舞者在台上跳舞的感觉 因为其实我本身就很喜欢很爱跳舞 然后我小时候就是一直 因为我们家的人就有些就是 很多人都会都学跳舞啊 然后每次去看他们表演 就很向往在舞台上的感觉 然后我就自己很想要去学跳舞 然后就很想要在舞台上的感觉 舞蹈给我意义就是要让我很开心的跳舞 因为我可能就是会把舞蹈当作是自己的 的一部分 生命的一部分 所以我不能够没有它 要持续跳舞 然后要开心 对 左派至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活络 南部的舞蹈活动 对这次2011年高雄春天艺术节的盛会 当然不能错过 冬字村 古剧雄风 和强调本土岳风为主的十股及岳团合作 用自己独特的风格描绘高雄的神明力 枫鱼皮糖我在做的时候我比较像是 一开始有一颗蛋 比较稍微抽象一点就是凤凰的诞生 大家都把它当成是一个神的动物 但是它一定也会从蛋里面 它会有最虚弱的时候 甚至它有更像雏鸟那个时候 那它慢慢的长 从蛋里面破蛋而出的时候 凤凰应该也有团体的生活 所以其实到这会有很多很多 像凤凰一群一群一群的出来的时候 我会觉得那就是一个聚集凤凰的 一个圣地的那种感觉 舞者就是用他的身体 像比较多鸟的姿势 那或者是一些托举 男生把女生托举起来的时候 比较多在上面 在天空中的感觉 都比较像是鸟的状态 除了动作之外 我也用 例如说舞者跑的速度 快跟慢去 感觉像鸟会有俯冲 然后突然旋转的感觉 在路上 避免 在路上 在路上 都还可以 因為我希望四肢舞的風格不一樣 那竹路躍動我就比較稍微走童趣一點 就是比較小朋友看了會覺得好像很有趣的東西 我希望四肢的風格不一樣 那竹路躍動其實是在講說 之前原住民去探路然後發現了日月潭這個故事 所以一開始的時候我用了燈籠 然後因為一開始是音唱 就是像原住民的音唱 那感覺像一群人在探照在山裡面探照去找那個路 然後探照人走了之後 一隻白鹿白鹿就出現了 然後白鹿出現之後就一群鹿就出現了 那群鹿出現之後山裡面的動物不可能只有鹿 所以我那時候就想台灣其實在高山裡面的一些 可能會有的動物例如說像山豬啊 或者像蛇啊像鳥啊或者是像雲豹啊 那我那時候就是把它做得好像是一個動物大遷徙的感覺 所以一種一種動物過去 然後到之後他們會有獵人出現 獵人要追路然後就很有趣 獵人出來了然後鹿出現要追路 追完之後開始 虎者們就會從蛇啊然後一直變換變成鹿 然後變成鳥變成山豬變成就是一直變一直變一直變 然後變到最後的時候其實會回到一個很有趣的地方 是人們發現了日月潭 但是還有看到路在那裡 然後我們這些人類開始會把燈籠加起來 他們在那邊定居了就是變成一個村落 就有點像是人類跟動物取得一個我們要共同在這裡生活 那我們要一起尊敬這個環境 然後最後最後謝史老師有用那個三個鐘聲 就像我們那四面裡面的那種大鐘 對我來講我會覺得是一個人類跟自然 跟自然動物我們要一起在這個地方融合的感覺 ž在大跟前方大關 造儂 造儀 造優 葦 碾花 我當初在想說 好 如何 像 我就想了好 花 好 你要如何變成花 一定要先從種子開始 可是種子開成花之後 就像蒲公一樣 你花會再散出去 散出去之後 你還會再有種子再長出來 所以我的結構大概就是從種子變成花 再變成種子 再變成一棵很大的樹 但是一開始的時候 我跟所有的舞者講說 我希望你們每一個人捧著 感覺像是一個夢想 或是一個秘密 或是你一個願望什麼的 然後你去埋在 埋在你的 就是像一個種子埋進去 然後你就站在那個種子上面 突然你變成那顆種子 你要從怎麼樣長出 長扎根 然後你要怎麼樣變成發芽 發芽到 長出去 然後你怎麼樣去接受那個光 光的感覺 然後在那邊吸收那個陽光 那他們其實在詮釋這些東西的時候 我覺得那是告訴他們說 我要你們每個人像種子 接下來你要告訴我說 李發 你的故事是什麼 我說每一個 我希望 例如說十個人在台上 甚至二十個人在台上 我說我都應該看到 每一個人的故事在哪裡 那我覺得這很棒 是因為有年輕的舞者 然後跟就是比較年紀大的舞者 你看他們每個人的 那個秘密的深層度 深層度就真的很不一樣 可是那個畫面很有趣 是因為到最後大家會 拿著一隻樹枝出來 那這樹枝好像是他們已經長大了 樹苗 但是樹枝全部人擠起來 又長出去就像是榕樹一樣 其實就是在一直在講 不斷的循環 不斷的輪迴 所以我覺得這是 我覺得也就是一種 對自然的一種尊敬的感覺 好就可以 我可思考 我真的叫你 我會聽說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